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区国家的互动 而在当前国际形势面临复杂变化的情况下 各国也关注东盟在这次会议中 会否再次就维护多边主义表明态度 泰国总理8月31号将在东盟外长会开幕式上至开幕词 泰国外交部官员表示 这次东盟外长会及其他相关会议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当中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 而这次会议最让人关注的是朝鲜半岛问题 原先估计蓬佩奥将与朝鲜外相李永浩会面 不过朝鲜上星期突然试射两枚新型短程弹道导弹后 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指 李永浩已经取消行程 另外日本和韩国就韩国法院早前裁定日本企业续为暂时劳工赔偿 及日本限制出口半导体原料到韩国 引发的紧张关系持续 日韩两国希望美国可以介入调停 因此蓬佩奥可能会趁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与韩国外交部长官康金和 以及日本外相可也太郎举行三边会谈 寻求解决方法 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面临复杂变化下 有分析认为外界普遍聚焦东盟 在这次会议会否再次就维护多边主义表明态度 东盟与中日韩等地区国家的互动 各方对地区合作前景展望的金融性问题也是焦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东盟与中国的十加一外长会将于31号下午率先登场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0号抵达泰国曼谷 分别会见了菲律宾 印尼 柬埔寨等三个东盟国家的外长 刚刚结束拉丁美洲访问行程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抵达泰国曼谷将出席东亚合作的一系列外长会 王毅抵达曼谷之后 首先与菲律宾外长洛青举行会谈 王毅说希望与洛青加强协调合作 开好系列外长会 对外传递积极的信号 洛奇强调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相互信任 之后王毅与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举行会谈 王毅说印尼总统佐科在大阪G20峰会期间 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已经表达了11月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意愿 希望双方着手做好准备 中国重视印尼的地位和作用 两国各方面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王毅还会见了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 希望共同努力让这次的系列外长会能够圆满成功 我们共同把会议开好 对外来发出积极的正面的信号 并且显示中国和东盟的团结与合作 我觉得在当前的这种国际行程之下 加强中国和东盟合作 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 东盟外长会31号早上正式开幕 而中国与东盟的10加1外长会 31号下午会首先登场 这是东盟与10个对话伙伴的首场外长会 中方表示 这反映出东盟对中方的重视 以及中国与东盟紧密的关系 凤凰卫视 霍维维 叶不见 赵伟 泰国曼谷报道 另外王毅30号下午在曼谷 还会见了土耳其外长 恰伍十二卢 两国外长都强调要加强合作 王毅表示中途最重要的是增进战略互信 相互支持 会谈之前王毅与恰伍十二卢握手留念 王毅在开场讲话中首先提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久前访华 与中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这为两国关系发展指名的方向 他说中方愿意与土耳其60号两国原始的共识 增进战略互信提升反恐合作 恰伍十二卢表示 土耳其愿意与中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 充分发挥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 推进经贸安全高铁核能发电等领域的合作 让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王毅还祝贺土耳其与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扩大土耳其对外交往的朋友圈 凤凰卫视霍维维也不见 赵伟曼谷报道 另外泰国外长巴木威奈 30号与前来参加第52届东盟外长会议 及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举行了双边会谈 议题涉及泰俄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 拉夫罗夫就表示 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俄方会培养更多泰语专家 泰俄两国外长在会晤中 就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民间交往军事安全 以及区域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对话 泰国外长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双方于今年2月莫斯科会晤后 至今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成就 包括双边互访和经贸合作的加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双方在会晤中明确了推动和加强多个代完善的项目和协议 将增加互访和互动 泰国是俄罗斯在东南亚的重要伙伴 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6亿美元 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同时还明确了双方将加强基于信心的政治对话 还将加强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我们正在关系中的项目和协议 关系安全领域 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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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罗夫还透露 俄方将培养太语专家 和促进双边文化交流 和年轻人间的交往 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俄方与太方在很多方面 有着相同的立场 今后将在东亚峰会 东盟区议论坛和A派克等 国际场合继续开展合作 共同致力于构建各国 无差别的平等与安全 以促进和平发展 凤凰卫视连游王涛泰国 曼谷报道 好 更多有关东盟外长会的 最近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就在 泰国曼谷采访的特派记者 霍伍伟 伟伟你好 你好 袁叔 我们看到东盟外长会 31号就举行开幕式了 这一届的外长会 会有哪些关注的议程和焦点议题 好 袁叔确实刚才片子当中介绍了 明天的话将会正式的开始 具体的时间的话 是在香港时间的早上的 十点钟前后 其实这是东盟外长会 我们都讲东亚合作的系列峰会 其实包括多个部分 明天早上开幕的是 东盟的十国外长 首先是会举行一个 他们的外长之间的集体会议 而中方比较关注的是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十加一外长会 会在明天下午的话 正式的登场 这个的话是中国观众 或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多的 而时间的话 是在香港时间的下午四点钟前后 在这个外长会 中国和东盟的外长会之前 还会有一个中国东盟金银奖学金的启动仪式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出席 并且会发表一些讲话 并且会阐述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一个 未来前景的问题 其实这也讲到了这一次的 东亚合作的系列峰会 大家关注焦点在什么地方 从刚刚片子当中也讲到了一部分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 或者说从中国观众的角度来说的话 书里主要是四个角度 四个焦点的话 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 第一个是 东盟在今年上半年 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说的话 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 不断推进 快速发展的同时 其他领域的合作该如何推进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南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去年的中国和东盟的外长会当中 是达成一个共识 是就南海各方行为主则 拿出了一个单一文北开始磋商 经过这一年的时间的一个磋商之后 初审进入什么进度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菲律宾等一些国家政要 对于目前的速度过卖 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们是希望能够将南海各方行为 主则也就是COC的谈判 更快一步 所以说大家也是期待着 这一次的外长会当中 能有一个进一步的进展 这是第二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第三个问题就在于朝鲜半岛 或者说等等的一些地区安全的问题 刚刚片子当中提到了 朝鲜的外向林永浩 是已经向泰国方面通报 他不会出席 但是朝鲜方面会派出一些代表 来出席这一次系列的外长会 尤其是东盟的地区瑞坛 还包括东亚合作的峰会的外长会 当中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朝鲜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动作 是代表关注的 与美国怎样接触 也是比较关注的 最后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韩日之间的贸易冲突的背景之下 韩日的接触是怎样的 难说 好 非常谢谢韦韦来自泰国曼谷 我们做的梳理 谢谢 好 已经抵达泰国曼谷的王毅外长 将会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 包括了中国东盟外长会 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 东亚峰会外长会 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相关话题马上就用今天的时事点评 好 今天当中我们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带来他的点评分析 孙恩舍 您好 男叔 您好 一地研一度的中国东盟外长会 还有东亚系列峰会就要登场了 怎么看中国和东盟国家 以及东亚国家的合作前景 那么这一次在泰国的曼谷 举行的是系列的东亚 以及东盟相关的会议 中国外长王毅到这个地方 来进行访问 就是希望能够实现 互利双赢和东盟国家 包括和东亚国家 这里面实际上 其实包括很多内容 包括中国在和东盟 以及其他的东亚国家 在谈RCEP 也希望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能够达成框架性的协议 并且能够具体落实 这个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是至关重要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 就是中国和中日韩之间 也希望能够达成一个 自贸区的这样一个协议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日韩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对于中日韩之间 达成一个广泛的一个自贸协定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那么从中日韩也好 包括东盟也好 其实未来也希望打造东亚共同体 这样的话将会形成 整个庞大的以东亚为主的自贸区 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利益 那么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在整个会议上 一是要推荐一带一路合作 另外就是在亚投行的领域 能够有更多互利多应的合作 还有就是在第三方市场 也可以不断的去开阔 这实际上对于各个方来讲的话 无论从政治经济 包括文化经济 以及各个领域之间 能够开展非常多的合作 当然作为东亚也好 东盟也好 和中国之间比较聚焦的 就是安全方面的合作 比如在南海问题 如何革制争议共同开发 另外在朝鲜半岛问题 如何能够劝和最终来实现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这些东西都是东盟 乃至整个东亚各个国家之间 会谈所要聚焦的一些焦点 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 没有安全 经济的发展将无以保证 所以把安全的会谈 也作为本次会谈中的 一个重要的焦点 杨淑 好 非常谢谢宋先生 带来的分析点评 谢谢 好 去下广告 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是 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来华出席 中巴防务安全磋商的 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 日本强调日韩双方早已透过谈判 彻底解决了强征劳工的索赔问题 美国制裁朝鲜驻越南官员 指其涉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违反联合国制裁 欢迎您继续搭乘时事直通车 我们来关注中美经贸谈判 第12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 30号到31号在上海举行 来华参与磋商的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车队 分别于30号下午1点40分和4点半左右 陆续抵达上海外滩的下塔酒店 并在晚间7点前前往和平饭店 举行工作晚宴 这一轮经贸磋商是中美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之后 两国代表首次面对面磋商 也是首次将谈判地点 从两国首都北京和华盛顿 改到非首都城市的中国上海举行 两国代表将于31号全天 在上海西郊宾馆进行正式贸易磋商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29号在中南海会见了来华出席 中巴防务安全磋商的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 主席王岐山 与道夫的祖贝尔 我们两国之间的防满 13届的互相 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我们知道 祖贝尔战略是知华有华的 著名的贵国军方人士 王岐山与道夫的祖贝尔一行握手 会堂中王岐山回顾了出访巴基斯坦时 受到的热情接待 他还表示中巴两国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两国关系是中保持高水平运行 并欢迎祖贝尔率团来华参加第13届 中巴两国防务安全磋商 祖贝尔就表示巴中两国友谊 历久迷奸 巴中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和安全的基石 巴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互信 造福两国民众 他还要想王岐山再次访问巴基斯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正在伊朗访问 30号他与伊朗议长拉里贾尼会面 双方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 宋涛当天早上来到议会与拉里贾尼举行会谈 之后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据伊朗媒体报道 拉里贾尼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中国代表团对德海岸的访问 希望在此次访问后 两国关系进一步提高 拉贾尼还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表示欢迎 并表示伊朗愿意发挥重要作用 宋涛表示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是长期战略性的 他此次访问主要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和对话 中国愿意与伊朗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支持伊朗的合法权利 共同应对挑战 宋涛还说 不管国际地区局势风云变换 中国和伊朗保持友好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 宋涛还说 中国理解伊朗对核协议的担忧 并呼吁各方充分履行有关核协议的承诺 宋涛29号还与伊朗第一副总统 捷汉吉利会面 据伊朗媒体报道 捷汉吉利还谈到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并指出经过一年的石油制裁后 伊朗的经济现在处于稳定状态 他希望朋友国家能够更加积极的购买伊朗的石油 他还说 伊朗的外交政策是基于支持多边主义和对抗美国霸权 伊朗愿意在这个领域与中国合作 富豪卫视约正卡木森得很难报道 日本和韩国因为强征劳工 为安抚问题引发的对立还在持续 日本政府继29号公布了外交谈判记录之后 30号再度表示 强征劳工问题的索赔 已经在1965年解决 另外日韩之间的民间交流 连日来也在陆续取消 日本外务省周一公布了 日韩1965年签署的请求权协定部分外交谈判记录 这份文书记载 韩方在谈判过程中 提出要求日方对强征劳工带来的精神 肉体上的痛苦进行赔偿 日方称 这说明双方通过谈判 已彻底并最终解决了日韩之间的索赔问题 因此韩方法院判决日本未向劳工 进行精神上的补偿 违反了协定内容 而有关日韩2016年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协定将在8月24日到期 日韩均可单方面推出协定 日本政府已多次呼吁 这一协定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 日本并没有推出协定的计划 但韩方仍未明确表态 日韩关系恶化 已令两国民间交流遭受打击 连日来多个地方城市陆续取消友好交流计划 韩国釜山市宣布暂停与日本长骑士的交流 韩国复川市也取消了复日本川崎市 举行足球友谊赛的计划 韩国全罗南道取消与日本高支线的交流 而大韩航空公司也宣布 取消釜山与渣广的航线 廉价航空公司也决定取消佐贺等五个航线 韩国复日本的游客人数 在外国游客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中国 目前大量韩国游客取消复日行程 两国政治上的对立 已经令民间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而另一方面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金和30号就警告表示 日本如果把韩国从出口的白名单中移除 韩国将考虑退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金和30日出席 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时表示 日本将在8月2日处理出口贸易管理令修订案 把韩国从白名单上移除的可能性向得高 修订案在日本隔疗会议通过之后 经隔疗和首相联名签署 将于下月下旬开始实行 康金和表示 日方采取经济报复是很突然的不正当措施 韩国政府认为正包含报复的因素 日本需要停止进一步扩大相关情况 韩国政府将强硬敦促 日方立即撤销经济管制措施 韩国政府将与日方对强证劳工问题 继续做出外交努力 现在日本 언론 보도에 따르면 8월2일 각의에서 韩国을 수출허가 신청 면제 대상에서 제외하는 결정이 이루어질 가능성이 큰 것으로 보입니다 우리 정부는 일본 정부가 이미 실시 중인 수출 규제 조치를 철회할 것과 화이트 리스트 상 한국 제외 추진을 중단할 것을 강력히 촉구하고 이들 조치가 양국 관계 가져올 부정적 영향에 대해 엄중히 경고해 나가고자 합니다 至于韩国是否会退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황金河表示 한국 정부立场非常坚决 就是根据战略思考 会继续维持协定 但根据近乎情况 可以考虑废弃协定 여러 가지 지금 상황에 대해서 지금 지켜보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지금으로서는 유지를 하고 있는 입장입니다만 앞으로 상황 정계에 따라서는 검토를 할 수 있겠습니다 황金河表示 正在協调8月2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外政会上 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日本外乡河野泰兰会面的日程 韩国政府农府一次为契机 找到牛战局面的方案 受到关注 另外有韩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日前访韩时 要求50亿美元的驻军分摊金 对此 康金河指出 两国对此交换意见 但没有写定具体金额 报道并不属实 有关朝鲜问题 康金河强调 虽然日前朝方发射短程导弹 但韩国政府为朝方 紧早参与美朝工作会谈 与美国等国际社会紧密协议 凤航卫师金知弦 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财政部29号 将一名在越南的朝鲜人 纳入制裁名单 指他涉嫌支持朝鲜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违反了联合国制裁令 美国财政部29号 在网站上公布 把一名在越南 名称义音金速日的朝鲜人 纳入制裁名单 当局指 34岁的金速日 与朝鲜执政劳动党有关联 是劳动党属下 弹药工业部的官员 在越南一家贸易公司任职 主要负责出口朝鲜的 无烟煤及钛矿石 以及进出口各类其他商品 为平壤政府赚取外汇 美国指出 金速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支持朝鲜武器计划的禁令 强调美国是执行 安理会决议做出裁制 并非美国单方面实施制裁 韩国清瓦台相关人士 30号就早前有报道指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 上周访韩时 要求韩方分担50亿美元的 驻韩美军防卫费一事 做出回应 据博尔顿会见清瓦台 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一荣时 并未提及具体金额 双方商定朝着最合理公正的方向 就问题进行磋商 不过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博尔顿会见韩国外交 安全部门人士时 强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上调驻韩美军防卫费 韩方分担额的立场 有分析认为 美方可能以非公开渠道 要求韩方分担50亿美元的防卫费 另外韩朝关系改善的势头 近期优秀降温 韩国统一部周二表示 朝鲜一直对韩国政府的对话提议 不予答复 政府受理的与朝鲜居民接触的申请 在朝美河内首脑会谈后 减少了30.8% 统一部还报告称 韩朝美领导人6月30号在板门店 就重启朝美工作层磋商达成的共识 也没有在预期时间内得到落实 但当局重申 将向朝鲜不断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 保持韩朝人道主义合作势头 并协助朝美尽早重启无核化谈判 凤凰威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9号宣布 将在明年大选前削减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 另外联合国发表报告显示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3800名阿富汗平民 在战争中伤亡 其中大部分是由北约和阿富汗政府军 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的 宏贝奥在参加活动时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明年11月的大选前 减少美国和其他国家 驻阿富汗的作战部队 有评论认为 蓬佩奥的表态恰逢美军准备与塔利班展开新一轮谈判 表明特朗普撤军的意愿会削弱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 也有分析怀疑 撤军实践表的披露 意味着只要能完成至少部分撤军 特朗普会不顾阿富汗政府的担忧 在大选前与塔利班达成任何协议 美国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 旨在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近18年的战争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报告显示 仅2019年上半年 就有至少3812名阿富汗平民 在战火中遇难或受伤 其中531人死于塔利班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枪口之下 而北约部队以及阿富汗政府军等 造成了717人死亡 680人受伤 同比增加了31%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呼吁各方不仅要遵守国际人道法 而且要减弱激烈交火 以减少平民伤亡 然而美方拒绝接受联合国的统计方法和结论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表示 美军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一直密切配合 以减少平民伤亡 但没有给出美军的统计数据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好 去下广告回来为您报道 中国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听取意见和建议 国新办回应外界对新疆教育培训中心的质疑 强调是借鉴国际的有效反恐举措 澳门立法会新任主席高开贤首次主持立法会大会 强调会与议员一同做好工作 欢迎您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海销两岸的消息首先关注的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以及关于19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 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改革开放继续深化 就业比较充分 精准脱贫有序推进 会议指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要加厉提效 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会议要求 要仅仅围绕巩固 增强 提升 畅通八字方针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 稳定制造业投资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采取具体措施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加快僵尸企业出清 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加大对外开放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科创版要坚守定位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 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基本稳定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加强自然灾害防治 会议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坚持言自当头 做到事则必问 问则必言 各级党委党组 要负起主体责任 纪委要履行好监督专责 党的工作机关要立足本职 要坚持严管后外结合 激励约束并重 会议指出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一组织展开三轮巡视 完成了对中管企业的全覆盖 从巡视情况看 中管企业管党制党意识 和责任明显增强 改革发展区的明显成效 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要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把整改与日常监督 深化改革结合起来 推动中管企业高质量发展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29号 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 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以及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强调 要增强信心 保持定力 坚定底气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既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又要看到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 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扎扎实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韩正 出席座谈会 李克强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 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恶湘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黎等人先后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中共中央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进展 习近平强调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围绕重大问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调研成果 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 坚持问题导向 亲自带队赴贫困地区 聚焦坚持目标标准 提高脱贫质量 增强脱贫时效等开展民主监督 为党和政府分忧 为国家发展尽力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同志们表示忠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下半年要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各地区各部门要再接再厉 继续前进 习近平提出三点希望 一要正确认识经济形势 增强信心 坚定决心 二要聚焦重点目标任务 发挥优势 献计出力 三要正确对待发展道路上的困难挑战 勇于担当 尽心尽责 希望大家旗帜鲜明 勇于斗争 积极主动发声 理直气壮 驳斥错误言论 讲好中国故事 积极传播中国正能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0号举行发布会 介绍新疆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会上还回应了外界对新疆教育培训中心的质疑 强调教培中心是借鉴学习国际的 有效反恐举措 新疆维吾尔资治区党委副书记 资治区主席 薛克莱提扎克尔表示 70年以来 新疆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不到8亿元 增加到2018年12000多亿 年均增长8.3%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近百倍 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6.1% 2020年将实现完全脱贫 另外对于外界质疑 新疆教育培训中心是否拘押 虐待维族人 新疆维吾尔资治区党委常委 资治区副主席 埃尔肯·土尼亚兹就回应 所谓说法颠倒是非 别有用心 强调中心充分保障学员人身自由 学克莱迪扎克尔进一步表示 教培中心是借鉴学习国际的 反恐有效做法 尽可能挽救严重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人群 各种误解均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 他承邀国际各界人士随时实地了解这些情况 绝大多数国家的这些官员和来访人士感觉到 这在世界是一个创举 这是遏制暴力恐怖犯罪和极端主义传播的一个 很好的教育方式 对于外界关心的教培中心人数问题 学克莱迪扎克尔就表示 由于人员进出流动频繁 所以人员数目一直处于动态的一个情况 但他也强调九成以上的学员都已经回归社会 回归家庭 并已实现了就业 富豪卫视谢永周 王磊北京报道 在台湾蔡英文随护走私香烟案的风暴持续延烧 中华航空管理层30号接受媒体专访 直指专机上仅蔡英文一个人没有购买免税品 形同集体违法 随心的民进党立委纷纷自清 但整起事件已经引发震探议论 蔡英文随护利用出访专机走私烟品 案情仍在延烧 负责专机任务的中华航空公司也被检讨 恐怕涉及不法 华航特别安排管理阶层接受媒体专访 却在爆料 专机上几乎人人都在抢购免税品 大家买免税品的需求是 是吗 是踊跃的 那我偷偷问一下总统有买吗 好像全机就他没有买 蔡英文出访 有多位民进党立委随行 华航人员在节目上公开爆料 掀起台湾政台议论 随团的民进党立委赶紧自清 强调没有购买免税品或者额度 完全符合规定 民进党内现在人人自围 因为私验案已经重创 蔡政府声望 连带影响选情 走私验的事件 已经对蔡英文来说是一个核爆 也对蔡政府产生了一个威信的影响 所以蔡英文才会对外 有了三次的说明会 但是我们要提醒蔡英文 不断的切割或者转移焦点 没有办法平息国人的怒火 国民党人士分析 虽然私验案对蔡政府是重伤害 但绿营想对私验案陆续进行切割 蔡英文幕僚长陈菊 掌理大小事务却不在承讨 他有总统府的资源 他有绝大多数可以调动资源的人 而且这个火如果延伸向上烧到陈菊 恐怕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当然民进党整个要去做切割 国民党立委批评 陈菊不用负行政或政治责任 显示蔡政府已经为大选做好布局 设下停损点 外界想让私验案水落石出 必须坚持究责 给蔡政府压力 凤凰卫视林青平王世凯 台北报导 他来关心香港的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0号反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有关香港问题的言论 指近期香港所发生的事 是美国的一个作品 华春莹又表示玩火者必自焚 奉劝美国停止玩火中取栗的危险游戏 他可能会认为香港近期的暴力活动 是合理的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这毕竟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从媒体不断曝光的画面看 香港暴力游行队伍当中 出现了不少美国人的面孔 甚至一度还出现了一些美国的国旗 那么大家都想问 在最近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态当中 美国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 玩火者必自焚 历史上这类的教训是很多的 我们奉劝美方尽早放手 停止玩火中取栗的危险游戏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0号中午在礼宾府 宴请国际和本地商会代表 就香港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交换意见 务求为今年的施政报告 制定更切合社会需要的政策措施 林郑月娥今年首次为商会代表设宴 各主要商会的领导或高层代表 共40多人出席 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一直密切留意经济情况 并与商界保持紧密联系 了解他们的需要 特区政府将会适时推出措施 协助企业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他也表示 近月社会的纷争 不利于香港向前发展 自己会以尽一切努力来处理 他还强调 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 而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希望各界一同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 林郑月娥表示 大家要对香港未来保持信心 深信在各界同心协力下 香港定能在困境中找到机遇 中央坚决表明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以及香港警队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刘兆佳认为 中央期盼感人 能够自行解决纷争 而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就表示 港澳办的发言 显示中央关心香港局势 并重申维护法治的重要 国务院港澳办 罕见的就香港问题召开记者会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出席电台节目时分析 中央希望向全国以致国际社会表明 一国两制人行之有效 期望港人可以自行解决纷争 中央我觉得仍然觉得 香港目前的状况 都应该是可控的 也都期望香港人 始终最后都以大国为重 以香港中国的反民稳定为重 会出面来都会约束这些暴力行为 我们逐步连到香港这个 社会主席得以恢复 刘赵甲指出 遏制暴力事件 仍然要靠警队作为中流砥柱 他认为假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会打击警队士气以及执法 中央不会支持 而且各方对委员会的调查内容 以及组成都没有共识 如果要成立 需要不同证件人士一同讨论 并取得共识 港区人大代表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 出席另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 高澳门的发言已经清晰表达 中央政府的看法 也表示中央关心香港局势 重申维护法治的重要 方航卫视周嘉宏 香港报道 澳门立法会前主席贺一诚 辞任参选特首 立法会在7月选出高开贤为新任主席 高开贤在30号首次主持立法会大会 他就表示会尽最大努力与议员一同 做好立法和监督政府的工作 在正式开会之前 新上任的阿门立法会主席高开贤 先与议员们一一握手 各位五案 现正我们开会 首先 我想借这个机会 做一次多谢 投票支持我 作为立法会主席的各位议员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与我们各位议员一同 是理行好我们议会的立法的工作 和监督政府的工作 共同是为推动澳门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及长期的繁荣稳定 作出我们的最大努力 高开贤是阿门特区第一至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同时是现任澳区全国人的代表 以及阿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 另外由于高开贤出任主席 立法会执行委员会第一秘书的职位出现空缺 30日的全体会议也选出了 选选议员陈宏担任有关职位 阿门立法会每四年换届 下一次的立法会选举将会在2021年的38年举行 也就是说高开贤的这届主席任期 约为两年多左右 丰寒卫视曾会期阿门巴达 好先休息一下 下就会来带您关注的是 英镑会价的跌势持续加剧 对美元会价刷新28个月新低 一会见 欢迎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这节财经消息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湖深股市反复上扬 保险及债转股板块拉伸 电竞板块走强 纷纷带动两市上涨 互指收盘上升0.38% 深层指则上升0.47% 香港股市开低走高 投资者观望情绪令得焦头清淡 影响大盘缺乏上升动力 恒指指数收盘微升0.14% 至于台湾股市反复走弱 加全指数收盘下跌0.5% 英镑的这个会价跌势 在前一日尾盘加剧之后 30号接连失守关口 对美元会价刷新28个月新低 英国新政府对于脱欧立场强硬 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快速升高 导致资金恐慌性出逃 英镑对美元会价 继周一由1.23美元快速下挫 至1.22美元水平之后 在周二持续下探 亚洲时段已经跌穿1.22关口 最低跌至1.212 刷新2017年3月以来新低 对欧元也跌至2017年9月以来新低 对市元跌至2016年11月以来新低 英镑6个月借隐含波动率上升至5个月新高 债券也受到抛售 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下跌至2016年8月以来的新低 因为边界问题加深英国硬托欧风险的爱尔兰 债券也受到抛售 与德债的稀差扩大创出一个多月新高 美元会价持续偏强 美会指数曾经突破98.2水平刷新两个月新高 不过亚洲货币普遍走势平稳 台币和韩元小涨 人民币则走势分化 对美元中年价小跌创出6.8862的三周新低 但计计会价则稳收在6.8845 至于港元会价持续回落在7.823到7.824水平之间波动 港元利率周二进一步上升 隔夜拆息攀升至超过两周最高位 但三个月期以上拆息则回落 防疫室综合报道 清明刷合图3.0数码一数香港展正在举行 展览开设了多个体验区 让参观者深入了解北宋的科技和文化 在字版上刷上油墨 固定宣纸 将宣纸平铺在字版上 然后快速刷几下 一幅活进刷术作品就完成了 至于成功与否 就要看功力了 早在隋唐时期 刁板印刷就已经在中国流行 一直到北宋 并生发明了活进刷术 先起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 也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在清明上河图3.0数码艺术香港展上 除了介绍清明上河图这幅画作 还开设了多个体验区 让参观者通过体验 来了解北宋的科技和文化 我身上的一副 是否让人一秒钟就穿越回了北宋时期 那在这个展览上 就有一个区域叫做宋朝游乐园 是添加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流行元素 比如说Cosplay 那在这里不仅可以赏花灯 猜灯米还可以体验 活进一刷术和踏翼年画 挺有趣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好玩玩 我没玩都不有趣 为什么自己可以整得漂亮呢 最重要是你均匀 用点力 还有掃一下轮 然后才慢慢慢慢 均匀的力 来按回 拿回那个 那个脈的平均数 那就OK了 觉得这个展览怎么呢 挺好 挺好 介绍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不到的以前 清明上河图3.0 数码艺术香港站 以开放制成为主题 融合艺术文化和科技 想要入场参观的人士 除了通过打电话和上网 还可以在现场购票入场 凤凰卫视金小飞 香港报道 好 最后带您关注一下天气消息 我们就要给气象主播杨姐 晚上好 这里是凤凰气象站 谁能想到 持续的高温成为了有意粉碎机 让南北方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呢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北方迎来今年入讯以来 最强的一次降雨 这场雨直接浇灭了高温 给不少地方带来了 8到16度的降温 虽然雨水一走 气温是迅速的反扑的 像明天北京天津呢 又会有高温出现 但是至少这里曾经凉快过啊 那华南334度的这个气温 加上高湿的空气 也是非常熬人的 不过南海中东部呢 正有一个热带扰动在发展 明天开始呢 像海南广东沿海等地 就会出现风雨影响了 像香港呢 明天就是暴雨的天气 未来华南一带的气温 也会明显的下降 像海口在8月2号的时候 最高气温呢 会降到30度以下 我们再来看江汉 江淮 江南一带啊 高温呢 还会持续 预计得到8月初 中东部这轮 今年最强的高温 才会有所减弱 预计8月3号开始 像南京 上海 杭州等地 连续的高温呢 有望迎来中断 但是中部的南昌 长沙等地 可能还得再多热几天 如果可以 江汉 江淮 江南 一定会发出这样的嘶吼 北暴雨 南台风 你们都凉快取高温 就让我一力承担吧 好 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 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 哈尔滨雷震雨21到30度 长春多云22到30度 沈阳晴24到32度 天津晴26到35度 护和浩特晴15到29度 兰州晴18到32度 银川晴18到32度 西宁镇震雨12到25度 乌鲁木齐震雨21到30度 西安阴22到37度 拉萨小雨11到24度 成都震雨22到30度 重庆小雨25到32度 汇阳多云21到29度 汇阳多云21到29度 昆明震雨18到25度 太原多云18到34度 太原多云18到34度 石家庄晴25到36度 济南多云26到36度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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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27到35度 河肥多云29到38度 南京多云29到38度 上海多云29到36度 武汇阳 武汉多云29到37度 武汉多云29到37度 长沙晴29到37度 南昌多云29到37度 南昌多云29到37度 杭州多云28到39度 福州多云27到34度 台北小雨26到31度 南宁镇雨26到33度 海口暴雨26到31度 广州暴雨26到32度 香港暴雨26到29度 澳门大雨26到30度 最近川渝地区的雨水也是很麻烦的 7月中旬以来 四川盆地很多地方的降雨 已经是偏多50%到100%了 加上最近几天强降雨的频繁冲刷 还有夜间的雨势更大 需要高度警惕 可能会引发的山洪 山底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好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的 具体的天气情形 既然有限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好 谢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 2019年7月30号 杨叔在香港祝您健康 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